好 我們謝謝吳教授的分析 繼續我們帶您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中國第二大也是河北最大的擔保公司 河北龍頭傳出倒閉危機 牽涉到500億元人民幣的債權可能逃不回來 連帶50家受到影響的金融機構面臨違約的風險 曾經是芬蘭引以為傲的全球手機龍頭諾基亞 正在洽談收購競爭對手阿爾卡特朗遜 如果交易達成 將會締造出一家全新的全球網路設備巨頭 統一中控去年獲利重衰 統一集團董事長羅志仙表示 中國市場有很嚴峻的現實 不管是統一 不管是產業 現在在市場上看到的產品 還能夠留存多久以及創造多少利潤 已經是一個問號 現在是趕快逃命的時候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